民眾大聲叫好 這宛如造勢的場景 出現在南投荷歡山無嶺 二十號清晨 警方到場 大批民眾靠著欄杆看熱鬧 全因為一輛轎車圍停 讓道路仿佛成了大型停車場 從機身影像把時間倒轉來看 清晨五點五嶺開始出現 多部零停車輛 快到五點半 有駕駛陸續把愛車開走 唯獨黑色造車繼續停在路中央 到了五點四十五分 警方到現場 並在五十分開單 一直到六點天亮了 車主都還沒現身 其他駕駛只能越過雙黃線 繼續行駛 等到六點三十四分 車主終於出現 算一算微停時間超過一小時 一台黑車導致台十四甲線車流幾乎禁止 但近期影響五嶺交通的 不只這單因事件 警方出動大聲攻 機車騎士趕緊移車 沒多久炸岸邊變得一片空 合環山五嶺是全台公路的最高點 遊客想要關心迎接日出 這車還是好好停 以免一張紅單搞砸好心情 好 新聞周大祥 黃雲 張曉妍 南投採訪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